精彩内容继续 灵魂之中凝聚着许多神奇的力量 如果将众多的灵魂凝炼成一颗丹药 那其中蕴含的能量将不可估量 据说能够让没有灵魂的活死人生出灵魂 我盲问 这么说只要这丹药炼成给许小碧服用了 它就能再生出灵魂 灵溺天淡淡地说道 这只不过是传说而已 没有任何的根据 也没听说有人成功过 多半是人云亦云杜撰出来的 不 这是真的 是真的 中年人突然喊了起来 就算是真的 也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用上百个活人的灵魂来炼丹 就只为救一个你觉得重要的人 你这种人最该死 说着灵溺天手里的短刀 再次砍向中年人的脖子 不要 方千灵立马挡在了中年人的面前 短刀的刀刃距离他的脖子就只有几毫米 刀锋已经将他的脖子划开了一道口子 他恳求道 我求你 别杀他 灵溺天说道 你确定你要救他这种十恶不赦的人 方千灵点了点头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问道 千灵 当初小鼻被人驱散魂魄 是你做的 还是鬼使做的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是鬼使 但随着他的眼神又黯淡了下去 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灵溺天说道 你看到的只不过是你师兄假扮的鬼使 真正驱散那姑娘灵魂的 就是你这个师父 方千灵愣愣地回头看向中年人 师父 他说的是真的 中年人没有回答 他眼角的余光依旧瞄着塑魂顶上方的光团 你真的那样做了 方千灵再次问道 中年人突然抽了方千灵一巴掌 一脸愤怒地说道 谁给你的胆子 这么跟你师父说话 是又怎么样 我不这么做 你能下决心骗那小子去找塑魂顶 你们能那么用心地找塑魂顶 王八蛋 我大骂一声 就想冲上去揍那家伙 就在这时 塑魂顶上方的光团 已经缩小到了手指头大小 而且 从虚幻的光团 转换成了实质性的丹药 还散发着阵阵的香味 中年人嘴角 双手一握拳 身上的银针全部被逼了出来 射在石壁上发出轻微的撞击声 那鬼丹 那鬼丹能够让人重生灵魂 中年人之前一直隐忍 就是在等鬼丹形成 不行 如果让他拿到鬼丹 我们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钳制他了 最后一定会死在他的手里 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立马爬上塑魂顶 伸手去拿鬼丹 可中年人轻轻一跃 就站在了塑魂顶上面 一脚踢在我的脸上 脑袋一震 耳朵里发出嗡嗡的声音 身体便打着转地飞了下去 重重地摔在地上 脑袋发胀 都爬不起来 迷糊间 我看到林逆天也跳上了塑魂顶 但很快就被中年人打了下去 中年人一跃 跳到女人尸体旁 将鬼丹塞进了女人的嘴里 我心里暗叫 完蛋了 鬼丹一入女人的嘴里 原本僵直的尸体 立马有了反应 惨白的肤色 竟然在慢慢地恢复血色 甚至于能够看到 腹部有了轻微的起伏 尸体居然有了呼吸 这鬼丹 居然能让死人复活 中年人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右手抚摸了一下女人的脸庞 动作轻柔 眼神里满是爱护 我们三个人都被女人的变化震惊到了 待在远地不知道该做什么 这时 女人竟然睁开了眼睛 只是两只眼睛全是黑色 就像两个黑漆漆的洞 中年人也被吓得一缩手 扭头看向我们 凶狠地说道 都是你们害的 今天你们一个也别想活 方千林从愣神中反应过来 立马转身把我扶起来 拽着我往洞口跑去 林逆天则吐了一口唾沫 横刀挡在中年人面前 他们两人即将交手的时候 那女人的尸体突然站了起来 一双黑漆漆的眼睛 直直地盯着中年人的后背 原本变得红润的脸庞 竟然弥漫起了无数的黑线 身上也散发出了黑气 方千林也注意到了这一变故 脚步不由地停了下来 林逆天也是直直地 看着站起来的女尸 见我们一个个脸色异常 中年人不由地看向身后 她刚转身 女尸就像弹簧一样扑向了她 她一个躲闪不及 被扑了个阵着 女尸将她压在地上 张嘴直往她脖子上咬去 中年人忙顶住女尸的额头 不让她咬下来 这是尸变了 女尸变僵尸了 而且力量非常之强 中年人竟然被压制得站不起来 我是不是应该庆幸 刚才没有抢到鬼单 不然现在尸变的就是徐小碧了 林逆天见状 当即上前 一刀砍在了女尸的脖子上 竟然发出了清脆的金属状机身 林逆天被震得连续后退了两步 女尸刚才被砍中的地方毫发无损 身体刚化了吗 林逆天再次上前 朝着女尸的脑袋又是一通乱砍 这次竟然见起了火花 十几刀之后 短刀竟然崩缺了一块 女尸被激怒了 瞬间从地上立了起来 黑漆漆的眼睛看向了林逆天 一眨眼的功夫 就出现在了林逆天面前 双手一抓一甩 林逆天就被扔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地上 中年人趁此机会站了起来 她并没有向女尸攻击 而是拦在女尸面前 问道 阿雪 你不认识我了吗 女尸站在她面前 像看猴子一样地打亮着她的脸 脸上的表情居然发生了些许的变化 中年人脸上 中年人脸上兴奋异常 你认出我来了 太好了 你认出我来了 但下一秒 女尸突然一掌 插进了中年人的腹部 中年人浑身一颤 嘴角流出鲜血 满眼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不 方千玲突然冲了上去 飞起一脚 踢在了女尸的身上 但却只将女尸 踢退了两步 手掌 从中年人的腹部 抽了出来 沾满了鲜血 方千玲赶紧扶住师傅 一手按住师傅的伤口 问她怎么样 女尸略微愣了一下 脸上再次出现 真明之碎 一步上前 手掌如同利刃 似向方千玲的后背心 小心 我大喊一声 朝着女尸撞了过去 肩膀就像撞在一根 铁柱子上一般 骨头都快要撞碎了 好在将女尸撞动了 她的手掌 从方千玲的脸上擦过 划出了一道血口子 但我却摔在了女尸的身前 与她那黑漆漆的眼睛一对视 我通体发寒 她那锋利的手掌 已经到了我的脖子上方